莫里尼奥寻求辨证凤凰体育 是北京时间8月28日凌晨3点 因朝2018到2019赛季 第三轮的一场焦点 大战在曼联与这次之间展开 最终 曼联在老特拉夫的领导三不敌热刺 遭遇两连败 而热刺则如军以偿 获得了赛季三连胜 在联赛第二轮的比赛中 曼联报了输给了布莱顿 这让莫里尼奥的战术体系饱受爱见的质疑 甚至还有传言录帅即将遭遇下课 本场比赛中 莫里尼奥的球队主动球变 不同以往令人昏昏欲睡的大巴打法 曼联队开始了疯狂的进攻 正如曼联民宿家里内雷尔所说的 这是我六年来看到的最快的曼联 本场比赛曼联的攻势确实令人叹服 在面对敬离热刺的比赛中 全场比赛下来一共轰出了二十三角的射门 这样的数据令人震惊 然而数据背后的结果更令人惊讶 因为曼联赢比赛不敌热刺一球未尽 上半场的比赛曼联确实创造了不少破门良机 但无论是运气也好 实力也罢都无法扣开对方的大门 然而在下半场被对手三分钟内连入二球之后的曼联 似乎是被打猛了 有机会的时候打不进 没机会的时候却选择枪行骑脚 这样的数据刷出来 也难以真正获得巨大的优势 反观对手热刺球角射门 却跟曼联一样无角射 就并且取得了三力进球 不得不说射门进球转化率相当的高 球连们到底是希望平平淡淡 赢球还是轰轰力 列输球 说实话作为主角连的穆里尼奥 也是挺难办的 而穆帅里夏克之日还有多远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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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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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